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州和松他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提议和关心 我今天就终于康复了 我今天出去做事和吃饭的时间 有很多网友见到我 他就问我 松仔 你的菊花咬完没了 然后我又先撈一撈 对 我昨晚菊花咬了 有时 说话真的要小心一点 不知道自己讲什么病情出去 周边有些人问我好复了 知道吗 有些不是在问我 松仔 你的菊花好看啊 不是 有些不是在问我菊花 有些是在问我感冒 是几个星期前的 但可能他刚刚没多久才看完这片片 因为上一次没出片 是的 是的 所以有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病 什么时候不是病 所以常常很多人会问 松仔 你好复了吗 是啊 我究竟对上一次 有些什么事 对上一次是肚子啊 还是感冒呢 你提醒一下我是什么事 你提醒一下我是什么事 真的忘记了 是要提醒我 究竟我是有些什么事 Anyway 那个总结有几个的 有些人说我可能是生了痔瘡 在里面生了痔瘡 就因为太厉害 烂爆出来 如果大家在吃早餐的话 可以skip了这一部分 是要打扰他的 另外就是 工作才有 skip有什么用 马上扔到地上 你不要看我才说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然后有些人说是湿热 有些人说是肠胃炎 我觉得最有可能性的就是太辣了 但是有部分的人 是说他们都有吃这个 就是家乡鸡里面的套餐 个个都说自己吃完又饿 就是怀疑是不是那个成分 可能太油 有太多那些辣粉 就是辣粉可能会令腸胃不舒服 又甚至乎它脏了 都不奇怪 但我这个不是脏 因为我吃完之后没多久 我就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脏也有些时间的 就不会那么快的 Anyway 我们这个 这件事已经讨论完了 好了 今天第一宗新闻 就是一宗很令人震惊的新闻 今天整个英国都在讨论 包括所有的WhatsApp Group Facebook 华文媒体 Facebook的香港人的社区 都在讨论这件事 就在英国伦敦的东北部 一个叫Hainel的地区 就今早早7点钟 就发生了一个集击事件 话说集击事件的这个兇徒 他是一个36岁 根据影片所看到的 就应该是一个白人 当时是早早7点钟 他就在这个西伦敦的一个住宅区那里 就突然间 即现在未交代过情况 他就是突然间拿了一把 日本武士刀出来 如果大家要看那些相片影片 你可以上去各大新闻媒体里面有的 即是劍 是的 就是劍 因为我放上来Youtube就很大机会黄标 所以我就没有放上来 大家一定可以看得上的 那这把劍是一把武士刀 即是日本武士刀 说的是这么长 只是刀身 未计过病 有这么长 刀片 根据图片所显示 很长的 因为那个比例 是的 现在整件事 未知是为什么会发生 还有怎样发生 总之在有人目击的情况下 已经是 这个男人 就拿着这把武士刀 在街上 就向着五六个徒人 在废墓的 根据BBC 和其他媒体的报道 尝试了组织他的案情 就是话说警察接报的时间 就是听到有人撞了一辆车 进去一个住宅区 然后下车就拿着刀 废墓 然后警察就接报到场 但是警察来的途中 跟这五六个人发生什么事 就不是太清楚的 总之就有五六个人 就试图去击退这个兇徒 这个兇徒就混乱之间 就走掉了 但是在这一件事 警察未来到之前 这一段撞了车 到警察发现他的期间 他就拿着这把武士刀 就向一个十四岁的少年 是挥舞和袭击 令到他是重伤的 然后之后稍后送去医院之后 是证实重伤不治 救不回 然后这个警察到场的时间 他就向着一个 应该疑似是火车站的方向逃走 警察一大把人去追捕他的时间 他就离开了这个火车站附近 就去了另外一个住宅的前院那里 是 那就试图是想进去那间屋里面 但是就不成功 那就在前院那里 就跟那些警察对峙 因为他前院有些杂物 还有有辆车在那里 他就左躲右躲左躲右躲 然后其中一个女警 就拿着一把电枪 那些taster gun 就射向他 就制服了这个兇徒 然后就带回去接受调查 现在根据报导 传媒的报导 初步就未知他这个行空的动机 也都是排除了 首先排除了恐怖襲击的可能性 他觉得他不是恐怖襲击来的 而且他的襲击 是没有一个特定的针对性的 是 所以现在是未知道 他为什么会拿把刀出来 去 去袭击这个少年 是的 为什么会撞车 为什么会去挥舞 然后会袭击这个少年 究竟他跟这个少年是不是有仇厚 而且他是 根据影片上看到 他是一个很正常的 白人男性来的 是 我就看不出他什么 就是本身是来自于哪个地区 是不是本地英国人 还是外来人 就看不到 嗯 感觉上就像是一个本地白人来的 但是 again 只是看样子就不肯定 嗯 但是呢 他是很突然的 这件事发生得 而且是很奇怪 怎会拿着把武士刀 早上 早上 早上7点钟 几样东西 最后撞了车 是 跟着向徒人挥舞 那就像是一些 random attack 那样 就好像我们之前 几年前不是 钻石山 发生过一件 类似的事件 是啊 但是那次有CCTV拍到 是啊 那就见到他是杀了一个人 但是他都 他都是有目的的 是 但是这个呢 就不知道他是什么 暂时 暂时未调查到 或者是我们 市民未知道 未公布 那现在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 比较严重 那还有呢 就是 在上一个月前左右呢 在伦敦的 火车里面 都发生过 有一个男人拿着把刀 去伤人的一个事件 那那个也是一个 随机伤人事件 那也是 比较多传媒去报道的 但是那次呢 就拿着把 一把 小一点的刀 这次这个就很夸张 一把 日本的武士刀 那然后 除了这个14岁的少年呢 是重伤不治之外呢 其中也都有两名警员呢 是受伤 需要做手术 另外还有两名市民呢 也是受伤的 不过暂时就没有大碍 那所以呢 他这次的襲击行为呢 是伤了四个人呢 再加上一个人呢 是身亡 总共 total是五个受害者的 其实他有说是日本武士刀吗 他说是刺的 就是剑而已嘛 是 但是 因为他看下去呢 在影片里面 微微弯曲的 然后那个刀柄呢 又比较长的 感觉上那个形状呢 就像是日本武士刀 不是100%肯定的 但是肯定是一把长的 sword 其实我觉得他 他应该是 是不是 hike了东西呢 因为 首先他先撞了一辆车的嘛 那如果他是有目的的 他应该是撞向那辆车 他应该是 尋仇啦 撞向一个target 是啦 如果是尋仇 他应该去那家屋的嘛 但是他又不是 他立刻就拿把剑出来 这样在那里 废墓 和一堆人群对峻 是啦 再加上他又斩死了一个14岁少年 好像没什么target 是啦 就是感觉上他好像是一个panic的状态 有paranoia那种 是啦 有幻觉啊 就是那种这样的感觉 他给我的感觉 是啦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clude 可能就是在于他 案发的那个时间 早上7点钟 正常 没说正不正常人啦 就是你很 这个时间是 上班发学 是啦 比较少 不过很难说 Nottingham那次撞车杀 就是撞死了人那次 那个是凌晨 那个是凌晨时间 这个是早上7点钟 早上7点钟 一般如果你说是 就是那些gangster 什么黑社会黑帮的那些 就不会早上7点钟做的 比较少的 有这么诚心起身 是啦 你听人家偷车啊 听人家打劫啊 都较为少了 不是没有啊 有的啊 我听过有7点钟 入去那些赌博那些 bad fair那些 就持枪打劫 我听过 几年前我听过一次 但是都是罕见的 是啊 如果你说 再加上 这么随机 这么随机的一个行为呢 是啊 就真的似是 可能是狠狠了 但是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就是纯粹是端估啦 那会不会是 迟些的新闻报告 会不会出来 是公开去 究竟 那现在他排除了针对性 就是他不是尋寿啦 那这个少年就 就是可能 误入歧途的机会是很低的 就是一个错误的时间 出现一个错误的地方 机缘巧合地被这个人 是击杀了的 但是另外的 也都有警员是受到重伤 需要做手术 嗯 所以就因为这样呢 警察就很重视这件事了 我另外呢 也看了一篇报导 就关于是 GP News呢 就请了一个 苏格兰牆的一个高级的 Officer上来呢 就去 讲关于这件事 那在那个讨论里面呢 就不是只讲关于这件事 是说 喂 究竟现在英国 警察 他们是可以使用些什么的 武力为之 是合理武力呢 还有 为什么全英国的警察 都不会有配战呢 除非你是一些特种部队 或者是反恐部队 是的 那些才会有 就是某一类才有 是的 或者保护一些重要的人物 譬如好像新卫城那样 是不是 那你就会有配战了 但是一般这些行必在街上的 就算是Response Team 这些Response Team 应该理论上就好像 你那些香港的什么冲锋Unit 这样 就是应该是 去应付一些比较紧急事情的一些警察 是的 那他们最多都只是配有一支电枪 是的 那连电枪都不是全部英国警察都有 一般大众都是没有的 最多是只有警棍 胡椒噴霧 和这个手扣 是最多是 胡椒噴霧一定有的 是的 比较多是这三样东西 那现在就觉得 是不是这个会引起我们公众安全的问题呢 那我们如果再越 因为他们 那个新闻报导员觉得 他这一件事呢 警察一直追着他 他逃走 他途中又伤了人 那如果有配枪的话 是不是可以即时制止到他再做这些事呢 是的 因为当他是一个 窮凶极恶的兇徒 你不知道他会作出什么行为的时间 你要以最快速的行动 去制服他 去阻止他 阻止他 去阻止他 去伤害其他 无辜的市民 是的 那这个才是 那个保护市民的一个大的原则 是的 at least站在市民的角度 我们期望警察会这样做 是的 那为什么会没有配枪呢 那这位苏格兰长的警察呢 他就不同意呢 英国的警察呢 是有配枪的 他认为 他认为英国的警察呢 是应该全部都有这个taser gun 有一个电枪 是的 那个电枪就已经可以足够去制服匪徒了 但是问题现在 在这一宗事件里面 有一个压剑 是的 或者是另外一些事件里面 他那个武器 是一个这么巨杀伤力的武器的时间 你那支电枪是不是可以 及时地去制止到他呢 如果你射歪了 因为以我所知呢 电枪就是有两条电线 扔住那两个尖尖位 就是射出去是连住了那支枪 刺住了你 那个皮肤 刺住了皮肤 你再按 就是才能电到他的嘛 那两个东西不是 不是射出去那一刻就会电的了 应该是的 是的 但是问题是 那两个东西 后面是扔住一条右的电线的 是的 是的 那跟子弹是很不同的 子弹是射下去 跟那把枪是 是离开分开的嘛 没有attach 是的 那个电枪就不是的 是连住的 那你需要可能要更加精准的射击啦 我不肯定 我没有做过警察 要短距离一点 是的 要距离很短 是的 那还有就是 如果你射歪了 那你是只有一发的嘛 以我所知电枪是只有一发的嘛 那我miss了 那不会缩回来的呢 我不知道 那你最快啊 你都要将它收回来 你才可以再发射第二下嘛 是的 那你枪就不同 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是的 所以就那个 GB News的主持人就问 喂 那为什么没有枪呢 你这样做 你只是电枪 你搞不定的 不够的 那这个苏格兰的officer就发言说 他说如果所有英国的警察 都有配枪的话呢 他认为呢 是开枪的机会呢 就会大大增加 就会令到 是的 就会令到更加多的伤亡出现 是的 那这个主持人就说 喂 那谁伤亡 那他不做这些东西 他不是拿着把刀周围发 跟着他 他窮凶极恶的 伤害一些无辜徒人的 他不会让你找把枪 就是可以射到他的嘛 我觉得射到他的伤亡 不是个main point 是可能会射到周边 无关事的人 他有暗示这件事 但是他有没有明确说出来呢 他可能就是怕有走火啊 或者是错误使用那把枪啊 或者是一个 就是不合理使用过度的武力啊 有这样的问题啦 但是呢 再说一说一说呢 就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而是我们没有人想过 原来是在发生的那个情况 让我先想想 你想想 没钱 不是 跟钱是没关的 跟钱没关 跟警员是有关的 原来原来那些警员呢 是大部分英国的警察呢 都不愿意有这个赔枪 他们认为 觉得自己危险 是的 他们觉得呢 自己可能有被人抢的危险啦 是 或者他抬着把枪 他的精神压力大啦 是 他射了那把枪 他可能他要去报告这件事 对他自己 对他自己来说呢 是有什么精神报告的 很大的压力来的 他也都未必觉得自己有信心 去受过训练去做这件事 等等等等 那就很多 这个苏格兰祥的高级警员呢 就是那个警察呢 就很坦白地说 如果全英国都配 这个配枪给所有警察的话呢 他说会引发一个大量的离职潮 会有很多警察会不愿意做 他这些东西是不是不应该说出来呢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看完我都挺震惊的 因为呢 根据 根据GB News的报道啦 我又没有去翻查资料 他说呢 全世界基本上所有国家的警察呢 都有配枪的 是 除了冰岛和挪威之外 那几乎大部分所有都有的了 人家的crime rate都挺低的 人家都不是的 挪威的crime rate不低的 我上网看过 因为挪威有发生过 上个岛岛杀人的事件的嘛 那杀瓊鱼那个节日就有人上去杀人的嘛 是不是那个 不是我记得是有个岛 跟着有班学生在上面 然后有个人就坐了个艇上了个岛 握着把自动步枪 乱掃的 那个是挪威的嘛 好像是 那这个电视主持呢 就是argue说呢 因为现在呢 有数字显示 有越来越多这些这样随机的斩人案发生 但是警察呢 没有足够的武力去制止他们呢 就令到更加多的 无辜的人呢 是受到伤害的 那这个就是他的argument 但是Scotland Yard的 Senior Police Officer呢 就认为呢 一个电枪就足够的 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讲呢 是来到英国呢 都觉得有点诧异的 就是为什麽英国 其实都很多严重的罪行会发生啦 你会 你会见到有 有抢车呀 打劫呀 各样东西 那但是 在街上巡逻警察呢 大部分都没有配枪的 那 以我站在一个市民的角度上呢 我觉得是有点不安全的 就是我感觉上好像 他没有一个绝对可以制服这个 一个财人或者劫匪或者兇徒的一个 绝对的优势 是 如果这个劫匪或者兇徒 他作出一些更加暴力的行为的时间 嗯 究竟是不是有两三个警察 就可以制服到他呢 还是他是很大机会可以走得掉 甚至乎伤及到其他人呢 那这个我就不肯定啦 那但是一直以来呢 以我所知啊 英国的警察为什麽没有配枪呢 就是他们 他们有一个philosophy就是认为一个理论就是 如果警察的武力 是升级到某一个程度 是完全跟市民不对等的话呢 嗯 那这些市民 如果有兇徒出现的话 他们 就会用更加强大的武器 去进行他们这些犯罪活动 或者这些集击行为 嗯 比如就会由刀升级到做枪 或者是甚至乎是自动步枪等等等等 即是你有枪我就会比你劲 是的 你有刀我就有枪 你有枪我就有机关枪 你有机关枪我就有大炮 就是不断无限升级 那导致到出来的那个伤亡数字 可能还会更加高 那有这样的道理 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英国一直都是奉行着这个 用最低武力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 那有某程度上我是同意的 譬如是有一些 骚乱的事件 你未必可以 你这么容易有一个这么高强力的武器 那你怎知道会不会有一个情绪激动 暖用了这些武器 伤及了一些无辜 或者不应该受到这么高武力去制止的人呢 这样 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地方 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 同不同意英国的警察是需要 某程度上是要加强他们的装备 可能要有这个taser gun 或者是有这个配枪 那现在新世代的武器 他所知是有些是有指无辨形的 就是一定要警察拿才能开到枪的 枪 是的 有的 我看过那些sorts是有讲的 我记得有讲的 是的 还会有些显示有多少子弹剩的 是的 就是要 一定要是那个警察拿去 才可以开到那个枪 那个安全 是的 那可能成本会高一点了 我不肯定了 那现在是未有定案 也都未有结论的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些事情会再发生 那但是其实在英国呢 要买这些武士刀呢 不是很难的 因为我和松太曾经去过Skagnus 那是一个英国东北边的一个海边 那那里呢 就有一个海滩 有游乐场 各样东西 那是度假性地来的 我之前都有拍片介绍过 几年前去过 那我们走过其中一个那些跳组市场 嗯 那就很多古灵精怪东西卖的 那它是一个游乐场附带的一个跳组市场 很多不同的碳档 就好像你伦敦的Campden Market那样 就会买一些锁匙扣啊 是的 其中呢 就有两三间铺子呢 哇 里面是只是卖武器的哦 是啊 我真的很惊讶 因为是一个游客的地方 里面你看到全部都是推着BB车啊 那些一家大小的家庭游客 是的 但是就有两三间铺子呢 里面全部就是卖军服啦 卖汽窗啦 卖那些石铁弹的窗啦 然后那些很大量的军刀 display出来啦 接着就看到那些武士刀啦 那些真是很长的那些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呢 是不难的 可以买开封的 还有他可以是有开封的武士刀买的 我觉得在这方面 在可以买这些东西的地方呢 其实警察都要加工执法 我们去做都觉得很恐怖的了 其实任何人走过都可以买的哦 是啊 他没有任何license 什么都不需要的 枪呢 他就有油颜色的 因为英国卖汽窗呢 就不可以是 好像一把真枪那样的 如果你要买那些呢 你必须要是上那些课 拿了license你才可以买的 但是你普通那些没有 就是有了橙色 蓝色 绿色那些 那些假的汽窗呢 你就可以就这样买到的 但是就很假的 样子很玩具的 它的样子而已 但是它那些刀啊 那些火机啊 那些很高火力的火机啊 那些军刀啊 或者有些呢 你拿着在一个拳头上 一个铁这样去打人 那些那些呢 那些叫knuckle duster knuckle duster 那我觉得警察在这方面 我应该要禁止 他可以这样公开去售买 是啊 很多小朋友进去的 其实是呀 因为你被那些年轻人 Teenager 看到的 就觉得这么容易 我可以得到这个武器 那如果我觉得 我自己会被人欺凌的 那我就买过来保护自己 那这个就说我保护自己了 他又说保护自己了 那我看过那些纪录片 越买越长了 那本身呢就这么多 那跟着我不行 我多过去 我长一点 再长一点再长一点 那在那条褲子 那条运动褲子里 一拿着一拿着 就整把武士兜飞出来了 那有一些 在那条褲子里面 是啊 那些纪录片 好几年前看过一些 在北部的一些城市 一些比较贫困一点的地区呢 就有做过一些纪录片呢 是有那些年轻人 就这样拿把这些东西出来的 那所以 我觉得英国在这方面 其实都需要加强少执法了 那暂时就没有结论的 这一件事 详细的资料也都未必知道了 那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也都在讨论层面呢 应该再广泛一点 应该多些咨询民众的意见 究竟你们是应不应该 觉得警察要升级他们的武器呢 是的 这样是不是有效地 可以保护到市民呢 那这个 我觉得需要有关方面研究一下 好了 那讲讲第二单新闻了 第二单新闻呢 就是跟我们之前 讲过的一集很有关系的 话说呢 就是讲关于英国最近有一套神剧 叫做 Baby Reindeer 那我就在节目 Netflix的 是Netflix的节目 我一口气就看了七集 也都介绍了给观众去收看的 那很多观众都说 看完之后觉得很震撼 很好看 那如果大家想看回 关于那套东西的剧情 或者我为什么会介绍它呢 可以看回这一集的影片 是有所介绍的后半段 那为什么要讲回这一套神剧呢 就是最新呢 有一个新的发展 那就是呢 话说这一套剧里面 跟踪个男主角 那个疯狂的女士呢 叫Martha嘛 在那套剧里面 是 那原来她的真人呢 最近呢 就被 被人找了出来 是 那不知道是 她被人找到出来 还是她自己 出来 告诉别人 她就是她 那据说呢 据这个报导呢 太阳报 GB News Independent 全部都有报导这单新闻 不是几个钟头前 那就是一个叫做 Fiona Harvey的女性呢 58岁的女人呢 就是这个Martha的原型 挺像的 是啊 那如果我给大家看一张对比图 这个就是剧中里面那个 那个女主角 还有旁边这个呢 右手边这个就是真人 这个Fiona Harvey 挺像的 那话说呢 这个Fiona Harvey呢 现年呢 就是58岁 那她住在这个伦敦的一个 苏格兰裔的女性 白人女性 是 那所以呢 她说话呢 那口音是充满了一个 Scottish accent 是啊 那据称呢 她就是有读过这个 University of Barbara Dean 就是 也是法律系毕业 是 那她现在呢 就要控告Netflix 那就说呢 Netflix呢 是对她的人生呢 是造成极大的骚扰啦 还有呢 也是对她的安全 构成威胁的 是 她说她收到很多死亡的恐吓 那而且呢 她仰言就要是去报复 就是要去告Netflix 要他们赔偿 他的损失 等等 那这个剧的 那个片剧呢 还有那个主演 Richard Gabb呢 他就说 他是用他最大的能力呢 去保护这个当事人 就不让他身份是透露出来的 那但是现在呢 他就主动联络一些报章 就接受访问 就告诉他们听呢 现在他是会 因为他自己是读过 法律的法律 那所以呢 他自己呢 他据称他自己是一个律师 来的 执业律师 那他就会自己去控告这个Netflix 那还有呢 他里面呢 也都有很多的语言呢 你看回英文版呢 你是真的觉得 他直接好像在看那一套戏里面 那个女主角讲话 那些说话 内容 和语气 譬如他会说 那个男主角呢 他真的以为自己是Brad Pitt 不比特 这么英俊 我觉得他是很普通的 我呢 就是一个非常之有吸引力的女性 他说 I'm a very attractive woman 那而且呢 我也是读很多书啦 我是很聪明的 那然后呢 我不需要 我做什么要找他 我是比他更多的等等 就是他是将自己 自我膨胀得很紧要 没限大 那然后呢 跟这个报道 没有剧一样 对了 跟这个剧里面是很类似的 那然后呢 根据这个太阳报啦 和Independent的报道呢 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受害者呢 是一位女律师来的 他说当年呢 他同样被这个主角 Fiona Harvey呢 就跟踪了 那然后呢 就不断骚扰了 还有呢 也都是跟这个女律师呢 就说了一些很私人的东西 比如就是他当年 怎样去考这个律师 然后呢 但是就没有人给他实习机会啊 他很不开心啊 孤独啊 等等等等 嗯 那就将一些很私人的对话呢 都告诉他 后来呢 最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女律师结婚的时间呢 他就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 就恭喜他结婚那样 那之后事情就完结了 那这个女律师呢 他不是只有男人的 对啦 他不是只有男人的 他连女人都会跟的 哦 那就说形容呢 那一套剧呢 对这个 Fiona Harvey这个原型呢 的描述呢 是 sport on 就是基本上是一百个percent还原到 那再跟着下来的一个报道呢 就是说呢 原来啊 在这个四年里面呢 就是这个Richard Gatt 这个男主角所受到的骚扰呢 是 中间呢 这个Fiona Harvey呢 是传过四万一千封email给他 七百四十四个Twitter的Tweet 一百页的信件 和三百五十小时的Voicemail 哇 轰炸他的 是很夸张 在四年里面啊 在四年里面 其中在受访的内容里面呢 也都提到呢 那这个女侍主呢 就说自己是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啦 也都可以一一时间呢 就可以记住大量的文件的啦 在学校里面的成绩呢 也都是明列前茅的 哦 就是他讲的东西呢 就十足十在那套戏里面的那种感觉 是 就变成了好像是一个陌生人 但是你又好像对他很了解那样 因为你看完那套戏 然后也有受害人出来说 说他们对见到 就是他当时事发经过 和这个真人呢 是近乎一模一样的 是啊 然后再加上他接受访问的对话内容 你就好像很清楚了解到这个人的行为 那其实呢 这一个另外一个受害人呢 也都同时之间有说呢 他说到最后呢 他感觉对于他是 以同情多过是觉得被他伤害的 啊 就和这一套剧是有相同的感觉 就是是同情他的遭遇 嗯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实他是一个很不幸的例子 当然啦 受害人被滋扰那个也都不幸啦 是啊 都是无辜的啦 是啊 但是同时之间 他这个也是一个悲剧来的 嗯 就是他很可能是 就是他小时候的时间 在某方面的心理是有一些创伤 嗯 有一些事件是经历过 而令到他有一个这样扭曲了的人格 嗯 导致到这件事 at the end of the day 其实他就没有phesically去伤害人 唯有在一套戏里面有少少 那但是 他不是一个空残成性 或者很暴雷的一个人 是啊是啊 那所以我觉得就就是 大家就是看完 又有一个后续啦 就交代了 原来真的一个真人是存在的 因为我都很好奇 因为本身那个作者就打算说 希望大家不要去找他 他也都想保护他 那但是其实他有些前后矛盾的 因为如果你想保护他 你就没理由这么仗珍地 100%还原那件事 因为你还原得这么仗珍 你就一定有很多蛛丝马迹会找到他 还有你在看完一套戏 你都会明白 如果是让你知道那个女主角的性格是这样的话 他知道了这一套戏的存在的话 是啊 他一定会出回来的 是啊 其实是挺容易可以predict到的一件事 所以现在他就变成了自己 直接是自己出来曝光 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个女主角了 但是他就不承认他有follow过这个男主角的 Richard Gagg 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但是当然现在没人知道怎样发展下去了 但是我觉得他是可悲的 他的character是 我觉得社会层面上其实是 应该多一点对他的关心关怀 他也可能想得到某程度上的关注 他跟踪他们无非就是想从这些人身上 拿到一些关注的存在感 存在感 现在他出来去认是自己的话 其实在某程度上他都是为了去满足他这一方面的欲望 但是我觉得这一套东西可能真的会官司前身也不奇怪 因为除了这个女主角的原型出来承认是他自己 他不是承认的 他直接说你是诬蔑他这件事 所以如果他真的去打官司的话是有case的 at least他是有控告的条件 另外就是另外那个男性去侵犯这个男主角 就是另外那个片剧 他为了欺骗他那个 那个男人都有可能控告Netflix 甚至乎在这部剧 因为大家现在知道了那个女主角的原型是谁 是啊 那你第二部是做什么正常来说 那些粉丝就会去找个男人出来 是不是 那你这个行头其实有多大呢 你一定有人会知道 因为当那件事发到那么大的时间 那么多人看过那部剧的时间 你一定会有些人以我传我啊 漏了一些风声啊 一定会发生就是 找到一个好接触 是的 就是那个真实的那个编剧究竟是谁呢 是很大机会找到出来 那到时间可能真的会 令到这一部剧更加有其他官司出现 这个我觉得比较罕见 因为通常你拍 based on true story 都是一些已经尘埃落定了的事件 是的 才会拍成一套电影 一些历史 是的 这个不是啊 这个是你把它藏起来的一个秘密 一个personal的秘密 而它是涉及犯罪行为的 就是两个你不公开身份的人的原型呢 都是做了一些犯罪行为 是的 而你那件事是没有公众 是没有知情 是完全不知道有件这样的事发生 是你 你直接是me too了这件事出来 是Netflix的me 用Netflix这个平台去me too了这件事出来 嗯 那就会导致到 喂 其他人 喂 大哥 你这件刑事罪行来的 究竟是需不需要有警方的介入 还是怎样呢 最近其实有一个例子的 就是英国的王子 哈里王子 是 本身就没人知道他吸毒的 是 但是他就在自己那本书里面 就白纸黑字写出来说自己吸毒 是的 那究竟那件事是一件fictional的事 还是他自己写出来的一个 当是一个供词 就是自己认了他有这件事发生呢 那 导致到美国的入境处就要介入他这件事了 究竟我们应不应该给他这个合法的公民身份呢 因为美国的条例就是不准有曾经犯过吸毒罪啊 或者是 自认自己有吸毒这个习惯的人呢 是可以成为美国的公民等等等等的 是的 那这个就是会牵涉到法律层面上的事情 所以这套剧就不是第一个了 英国的哈里王子已经亲身示范过一次了 好了 Anyway 那么今集的节目去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了 下集再跟大家见啦 拜拜 拜拜